我的天啊 我是一個城市 我是一個女孩 表情生動 說話鏗鏘有力 不時還搭配肢體動作 這是誓言要在全國國中 英語話劇比賽當中 拿下三連霸的六合國中 就是來有樂趣 就是在舞台上展現我們自己 就是表達我們自己 在舞台上的喜悅的快樂 我覺得其實就是輸影金 好像沒那麼重要 其實重要是我們的過程 還有我們在舞台上享受的那個感覺 在這裡在比賽練習的時候呢 就是常常大家一起練的時候 都會有點團結力量 然後我們平常練的時候 比如說有人出錯 可是都不會就是 會有人怪來怪去之類的 然後就會一個很正向的態度 一直練習 學生們穿著華麗服裝 搭配大型道具 在舞台上表現最佳狀態 透過話劇比賽 學習彼此溝通和團隊合作 就是比賽發揮的最大效果 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到了第三個階段 也就是所謂的小孩子 他們開始關心他們自己 外在的社會 外在的這個環境 所以他們會把譬如說 他們自己關心的話題 像單親家庭 或者是說隔代教養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社會的現狀 不管是在經濟社會 或者是政治方面 或者是教育方面 他們都把它融入他們自己的劇本 學生話劇反映現實層面 也讓我們了解孩子們對社會有多關心 歡迎新聞 劉俊男蔡基林 台北報導 大學 大學 英幾年來 靖遠 台北 中文 好